对越自卫反击战 400越军对抗3万解放军 大言不惭 活着张万年 1979年 在中越两国边境爆发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其中43军欲与主力军会合 就不得不迅速占领之马 我军未突破防守 随即展开此次攻坚战 而越方仅派出400越军与3万解放军抗衡 李泽高层还声称要活着师长张万年 如何越军如此自信 这场攻坚战到底结果如何 在视频开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1979年 在中越两国的边境地区 爆发了一场激烈战斗 击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场战役的渊源由来已久 还要从两国历史开始说起 公元前三世纪以来 越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 直到宋朝时期 越南才宣告独立 近代以来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法国侵占全越南领土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中越两国的命运 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 再加上国土相邻 又都是共产主义获得胜利 因此关系也更为亲密 中越老一辈的军人 都在两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 有过作战经历 这让中越两国之间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主席 还曾参加过中国的大革命 毛主席的思想 甚至被写进了他们的党章 可见双方的亲密 越战期间 中国多次向越南提供军事武器 和大量物资 越南抗美抗法的30年抗战期间 中国累计援助200亿美元 中国在越南解放斗争中 功不可没 1976年7月 越南宣布统一 并更名为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李损成为新的接班人 然而 中越两国和平友好的局面 并没有维持很久 20世纪50年代末 中国和苏联因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 关系变了 苏联还利用中国经济困难 发动伊塔事件 破坏中国内部民族关系 两国矛盾骤然加剧 再加上后来珍宝岛事件 与铁列克提事件 中苏对立的关系越发明显 并且一直持续到 20世纪80年代出 与此同时 美国与苏联局势紧张 美国为摆脱与苏联对抗 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也为了尽快从越南脱身 便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 于是 中国便形成了中苏交恶 中美交好的局面 而1975年 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 李损一意孤行 严重违背了胡志明的政治道路 因此 李损上台后 他对内强制推行 极端左倾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很多国家 都想仰仗世界强国苏联的力量 越南也不例外 为了与苏联建立 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 越南政府不但公开反华 还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 在他的领导下 越南方四汇群岛相关声明 侵占了中国96%以上的岛屿 越军多次在中越边境挑起战事 越南民众也开始疯狂反华 在越华侨的正常生活 严重受到影响 他们还遭到警察殴打 驱逐 导致大量华侨不得不选择回国 据统计 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 仅仅半年时间 越南竟发起武装挑衅700多次 中国军民累计伤亡300余人 侵占我国领土160处 边境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严重后 受到威胁 中国向来是爱好和平 反对战争的 中方曾多次向越方提出谈判 都遭到拒绝 中国还勒令边境士兵 不许开低枪 没想到越方竟把这看作 软弱无能的表现 面对越南的多次挑衅和不作为 中国忍无可忍 1978年2月17日 中越边境线打响战役低枪 而43军正要与主力军会合 却被芝马防线拦住了去路 因此张万年不得不带领士兵 攻打芝马要塞 此次行动后来也被称为芝马公兼战 那么这场攻坚战战况如何 张万年又将如何应对 1979年之马公兼战 400越军对战3万解放军 李笋下令活捉张万年 战役打响后 此次任命参战的 是大名鼎鼎的43军第127师 被誉为铁军127师的前身 最早与叶挺独立团相关 这是一支北伐时期便成立的战队 甚至为中国培养出330名将军 而张万年既是43师的副军长 也是127师的市长 他曾因在越南指挥北越军队 抗美斗争作战而闻名 因为在越南的作战经验 他对越南的地形地貌 以及越军作战模式都十分了解 而且越南军官高层 他也很熟悉 其中很多还是他的老同学 张万年也亲自培养了 很多越军优秀军官 因此他是这次攻坚战的不二人选 此次作战 我军127师士兵约3万人 而越军仅部署士兵400人 差不多一个营 双方军队人数差异较大 也足见越军对自身军事实力的自信 但张万年的队伍 也并未因此而泄气 他始终认为 此次攻坚战解放军应该有必胜的决心 因为越军的军事实力根本就不值一提 而张万年此次的任务是 带领127师前往广西宁宁县边境地区增援 当务之急便是攻占陆平县 而前往陆平县 只能先穿过纸马 此地无疑是越军的瞭望台 这里重严叠仗 地势复杂 山脉众多 越军还在这里修筑碉堡 部署了大量的反坦克导弹 以及高射炮 埋设大量地雷 一个不小心 解放军的行踪就会暴露 损失不可估量 考察作战地形后 张万年很是担心 首先全军3万人 要想快速通过有一定难度 何况越军还设置了层层防御 如果我军因此被拖慢作战进程 无疑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但他依旧保持沉着冷静 他派侦察兵前往巡视 发现越军的重点防御设置 都在面向公路一侧 而公路的背后一侧 防守相对较为薄弱 这或许会成为这次攻坚战的转机 然而越军之所以这样设置 是因为公路的背后一侧 地势陡峭 路况复杂 要想从这里成功穿过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中国军队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于是张万年立马下令 一百二十七十五个营的士兵 从宫山穿插而过 又让一个营的兵从东侧进攻 主力军的六个步兵营 则围攻越军 解放军按计划向宫山进发 七连首先到达612高地 这是越军之马防线的主要阵地 他们在这不下的重重防御 还曾夸下海口 法国军队一个星期都攻不下来 中国军队没有半个月是上不来的 但我们的战士们 却让越军见识到了我们的战斗力 他们悄无声息地穿过多个战壕 朝着越军掩体进行手榴弹轰炸 对方被炸得昏头转向 主攻牌这边取得了很大进展 另一边 接到七连信号的指导员便带领助攻牌 绕过设防突袭越军暗宝 很快便摧毁一个火力点 将士们听从指挥 齐心协力 仅三个小时便攻下高地 成功击毙越军61米 士兵们攻下612高地的同时 其他连队也开始朝着其他高地进军 中国军队凭借坚定的信念 和不惧生死的毅力 成功将盘踞在芝麻要塞一带的越军 123团一举歼灭 越军伤亡人数达200人 其他越军践行事不妙便四处逃窜 通过芝麻要塞后 127师立即与主力军会合 陆平线就在眼前 然而越军还没有死心 他们利用陆平线的各个山头 修建了45个火力支撑点 想以此拖延我军攻击速度 同时等待越军支援 然而这一切早被在张万年预料之中 他下令兵分六路一起进攻 由于武器不足 他便为每个步兵营 配备火箭筒 轻击枪等装备 越军在这些火力高地上 设置了重重机关 布满地雷和陷阱 但是我军成功越过这些雷区 直到距离陆平线最低的5号高地 我军20分钟便将其成功攻下 原本越军信心满满 想着这是一次必胜的攻坚战 没想到 中国军队竟然选择了 如此出乎意料的战术 越军在我军接连不断的强烈攻势下 一击击溃 那么 为何越军当时如此自信 芝麻攻坚战又有哪些意义 对越自卫反击战 四百越军阻击三万解放军 放话逮捕张万年 我军突破芝麻战线后 此次攻坚战 被当作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典型案例 张万年也因此一战成名 当时并无人看好这次攻坚战 但不得不说 在我军的部署下 这次赢得很漂亮 而越军也并非盲目自信 他们的自信是有理由的 虽然此次参战的越军士兵 仅四百人 但他们并非普通士兵 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他们退伍后 有的驻扎边防 有的乔装为平民潜入中国打探军情 有的则进入越南特工队 他们此次接到战令后 便立即出动 一时间对中国军队作战计划 都烂熟于心 并且 由于早年间中越的友好关系 两国来往密切 北越军还有许多中国制造的武器 越南方五元甲 也多次来中国学习军事知识 因此对我国军事编制 部署 高级将领作战风格都相当熟悉 而市长张万年 曾经还带兵在越南指挥作战 所以李损政府 对他的作战风格也很熟悉 对此次攻坚战就有十足的把握 这才叫嚣着要活捉张万年 并发布高额悬赏 索要他的向上人头 相反 我军对于越南的军事情况很陌生 不论是作战地形 还是军队情况 我们都知之甚少 因此两国交战出现了经典的信息不对等 另外 当时的越南军队经过了抗法 抗美战争 其中与美国对战长达20年 士兵们都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军队力量得到很大提升 而中国刚经历十年特殊时期 新中国还没有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因此 众星更多是在政治和经济上 且解放军自抗美援朝后 已经多年没有上过战场 对比越军多少有些输于备战 两军军事力量悬殊 因此理损高层才胆大妄为的说 一个越南兵可以对付30个中国兵 但是 好在张万年识破了越军圈套 以不变应万变 绕过了越军精心布置的陷阱 并分散兵力 分散围剿越军 越军此次伤亡惨重 阵地一片火海 解放军战士赢得最后的胜利 此次攻坚战 只花了一天时间 便画上句号 国军从最出乎意料的角度 给越军以沉痛打击 越军400人的部队伤亡过半 越军布置了一整年的防线 就彻底崩溃 127师成功打开通往陆平线的道路 战斗期间 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小插曲 军长许世友 没有想到张万年进军如此之快 便勒令127师停止前进 但此时127的两个营都已渡过河 要想撤退不是一件一事 张万年思考片刻 随即下令这两个营的士兵 对越军开展干扰作战 争取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 他和两个营的士兵一起战斗到天亮 直到取得最终胜利 一个月后 越军为了打压解放军士气 还曾放出假消息 声称张万年已被越军活捉 军长大惊失色 立即致电张万年 经过多次确认 他的人身安全后才松了一口气 此次芝马公歼战的胜利 成功打开了127师 会和主力军的道路 127师才得以前往支援主力军 对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有重要影响 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不仅让越南 及其他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家 见识到中国解放军的厉害 也大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国际政治环境上 中国打败了越南这个苏联的忠实小弟 一方面也是间接敲打苏联 在国家经济方面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让中国此时军事压力大幅减小 当时的苏联自顾不暇 中美关系一团和气 内部统一 外部和谐 因此中国才得以有更多的精力 全力发展国家经济 由此可见 芝麻攻坚战的重要性 中国向来爱好和平 反对战争 我们不畏惧战争 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反对侵略 中国将严厉打击 一切破坏国家领土完整 和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